大家好 今天我們GSU的環境 想和大家來到Oxford Share 看一個新樓盤 樓盤的名字叫Sanderson Park 發展商是Vetro 我們身處是近住Bista 距離Oxford大概半小時車程多一點 這樣就到 我們現在在Bista附近什麼位置呢 我們其實在一個村子裡 村子的名字叫Armbrosten 村子正在前面 村子裡面其實也不是太多的店舖 它也有間post office 有間cronor shop那些小士多仔 如果你說要去大的Tesco 其實開車都是幾分鐘 十分鐘之內都可以去到大Tesco 還有Bista Village 那個很出名的Designer Outlet 都是十分鐘之內的車程都會到的了 那對面是什麼來的呢 對面除了多少的樓之外 基本上都是一望無際的草原 和農地的 所以這個環境是非常之優美 非常之靚的 那我們就在這個本附近的一個村子 你看到整個村子都是幾靚的 都是相當之優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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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遠一點點 基本上都是農地 還有很多的綿羊 綿羊的養木牆 所以這個也是相當之鄉村的環境 好了 那我們看了周邊的環境之後 都看看學校 這個Village 裡面都有小學的 大家看到那裏有個旗那裏 那裏就是Village的中心 好了 那我們就看看整個Site Plan 和示範單位 那我們就和大家說一下整個Site Plan 總共有84個單位的 不是一個大的Development 是一個中小型 那我們現在身處的 正正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轉頭會看一個示範單位 是叫Warrick的屋形 是1087呎 是這個Development 最小的一個單位 大的 例如像Richmond那樣 那就是有1700呎 這個不是1700呎 Henny Richmond是有2000呎 都很大 那有幾個屋形的 例如剛才說過的 Richmond Oxford的Lifestyle Cambridge Sunningdale 那很多不同的屋形 那我們可以在個上網看回 所有的屋形的Size 和Layout 那現在呢 就是Phase 1 也是在賣 有幾個單位剩下的 不太多 剩下79 77 還有10號的 那Phase 2呢 剛剛開始Launch了 Phase 2大概在這個位置 跟著 跟著 起完這邊之後 再向這邊 再向上面 那 所以整個Development 將會去到2025年的第一季 就會完成了 那 那方向是怎樣呢 這裡 那 北是向上面 那所以呢 如果是說 最好的單位呢 譬如說是South West Facing 的Garden 那就是 譬如說是 South Facing 就是10號 都是South Facing的 或者這邊 這邊全部都是South Facing 如果是West Facing的話 就是這一堆 那所以 可以說是 這兩邊的 就是 B2 支站的單位 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們就看一個示範單位 一個三房的獨立屋 來的 屋形是Warrick 那 那尺數是1081尺 進來的時候呢 都可以直接看到前面的 那個 廚房和花園的 樓底都算高 有2.5米 其實Warrick 和Barclays走的路線 是挺像的 都是走 高樓底的路線 那 還有Warrick 那個鏡窗呢 都是非常之大的 所有的窗都是很大 所以是非常非常之光猛 那這個廳呢 現在就放了一張 很大的L字型的梳化 那 那個窗下面呢 亦都有 一個大的Radiator 那 那窗呢 其實它 分了八格 那其實 除了下面這兩個之外呢 其實上面 那四隻窗 左右 旁邊兩個窗 都可以開到 在它的對面呢 就是樓下的WC 那 WC呢 是有窗的 那和Size 都是適中 不會是太大 在樓上之前呢 上面呢 都有個窗 那位置 在樓上之前呢 那上面呢 先看了 那個廚房 那和下面呢 這裡有個 樓梯底的Storage 那擠東西都挺方便的 那你就到了一個 Kitchen Diner 那以Kitchen Diner 來計的話呢 其實它現在就放了一張 六人的飯桌 那 那 原因是其實它中間 放了一個樓梯 我挺喜歡 樓梯的本身 但是呢 這個 Kitchen Diner 就不是太大 那 所以放了一張樓梯 在那裡的話呢 那 就令到 飯廳好像 小了一點 那它的 Radiator 都是一些比較 比較靚一點的 的Radiator 那這個三房單位 那它都有兩個的焗爐 那都算多的 那這個雪櫃呢 都是高深 用無火煮食的 小碗碟機就放在這裏 這個也是用電的位置 這個以大發展商來算是很少有的 這麼有心思的位置 大家未見到的小碗機就放在這裏 這個launcher cupboard 那我們就上去樓上看看 樓梯都算光亮的 因為大了窗在這裏 不過窗就開不了 上來之後 樓梯就不是完全是直 是有少少轉彎的 這邊就是牆壁的 bathroom 然後這裏是主人房 這個就是bedroom 2 我們先看了bedroom 3 我們由左邊這樣轉過來 窗也是很大的 所以非常非常光亮 現在這個就用來做一個單人房 那單人房我覺得是適合的 這邊有少少斜的屋頂 這個位置 所以它都拿得挺盡的 那個樓底的高度 我覺得是挺好的 起碼它 旁邊其實坦白說都不會撞頭的 一定 但是它可以用盡那個高度 這個就是bedroom 2 也是超大的窗 趁著這個時候 我們都看一下外面 以樓與樓之間的距離來計 其實它都算是挺闊的 新樓來計的話 還有很多時候 看到新樓的發展商 整個花園都很小 對 變成了很多的很密集式的 但是這個呢 因為它比較疏 所以就感覺會好很多 看到其實是在建的那些樓 其實整個的建築 將會在 2025年 第一季 應該都會 完成了 距離現在就大概是 接近24個月 接近24個月 放在樓上 這個其實挺好的 我喜歡的 因為它會令到水壓會好很多 很小發展商會放在 波羅蘭在上面 當然有些有 大的屋形 但是小的屋形 一做這個做得挺好的 我喜歡 那個窗都是很大 那麼它 左右兩邊 和上面那個左右兩邊 都可以開到窗的 當然 新樓的主人房 都會有個 on suite的 這邊有個入場櫃 那我們看一下 on suite 是有窗的 整個都可以打開 那 洗澡的位置 因為它夠高深 那個 天花板 所以呢 其實那個 你看到那個 花室去到哪個位呢 那你就可以猜到 其實這個樓底 真的高深 真的很多 也有個大的浪毛巾架 那 我個人來講 都挺重要的 這個單位 雖然它就是 千一尺 都不夠 但是其實它 我覺得這個位置挺實用 這邊還有少少位 可以擠一下東西 到最後呢 就看看這個 Family bathroom 那 都是很大的窗 那它 右邊 上面和下面 都可以開到的 那 那個浪毛巾架呢 就放在這個位 那 都寬的 那 還有呢 這邊 就是 洗澡的位 那 浴缸下面都平 不算是 很難站那種的浴缸 然後 裡面呢 也是有個 那 那 那 都 挺方便的 那 介紹這個 的 示範單位呢 到這裡為止了 那 我們再看一下外面的環境 那 剛才我們呢 就看了個示範單位了 那個示範單位呢 就是在 第二間屋 那 第二間屋那裡 那 我們看看外面的周邊環境 那 其實都不是太多可以看的 那 剛才我們就在這個單位上 看出來 這個單位上看出來 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扭與扭之間的距離呢 是幾好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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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紅磚,比較傳統一點 這邊一間就已經賣了 再跟大家看看 正在建這個compagnum的位置 Retro都是大的發展商,大家不用擔心爛尾的情況 這次跟大家介紹這個盤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歡迎大家留言、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透過我們在英國賣樓,租樓,裝修,甚至賣樓 也歡迎隨時找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